我也不滿意 可是你總是要有一些什麼樣 要一個說法 你這樣有一個公信力 我們這樣算出來是有它的依據的 而且你看我們這個因緣高於全世界 三無礁每公頃的價值 是十萬 我們已經一百五十萬了 我們已經是一百五十萬 美金 用美金來算 好 那我們其實用另外一個方法 我叫能值分析法 我覺得比較學術一點 這個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轉化成太陽能 風啊 水啊 雨啊 全部都可以用太陽能 然後太陽能你可以把它轉化成什麼 你可以把它成經濟價值 那我們用這樣去算過 我們算的哪裡 我們算的淡水合同 淡水合同 你看 溫度調節的部分 我們已經做了漢風消爛 這個我們都去做了 然後二氧化碳系統 我們做了氧釋放的系統 我們做了生物多樣性 甚至它生物多樣性也都能夠去 然後物質的供給 觀光油和氣 助濟生產量 我們都去做了 好 最後我就告訴大家結論就好 調節的功能價值最高 你看 佔78% 那支持的部分14% 文化也不少7% 供給的部分就是那些漁獲很少 不到1% 不到1% 好 那我們用這樣去算了一下 你看 每公頃 0.2 我們一定要算的 假設就是用淡水合同的案子 你如果要付代金的話 你要付多少錢 238萬 所以剛剛是多少 850萬 對不對 現在280 238萬 所以這樣的方法算出來的 更少 更少 好 好 你當然可以考慮鄉村跟都市的價格不一樣 那個國民收入的不一樣 你可以依據每個地方的狀況來做一些調整 但是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好 我想我們大概就講到這邊吧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這樣 那你賺下來的方法 是 然後為什麼問 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我聽到 然後 因為有聽到說 就是 一個是地下有一個什麼 你問國家 你問國家自己是地 然後那張標準 他就會找到這個 這個資格 那 反正是 他如果要去維持這個資格 然後去接金錢或什麼 他為什麼要去得到這個資格 對他來說也很好 對誰 對那個地方的人或這裡 就是去維護市地的人 這是一個榮譽感 那萬一他沒有榮譽感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更重要是 他的生活品質 也就是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住在 有風景的旁邊 或者市地的旁邊 你有沒有發現到 住在市地邊 你冬天不會太熱 夏天不會太熱 因為有水在跳街 這個我們是有實際上實測的數據 所以在這邊的房價都會比較貴 對不對 你只要有山景台景的房價會比較貴 所以是整個你的生活品質 還有你的生態環境都會比較好 也會比較健康 好 那我想當地的居民應該 不會 會比較希望自己的生活的環境是那樣子的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 你如果今天是一個國際級或國家級的師弟 自然中央機關會投入比較多的經費 在維護你的師弟 或者是投入更多的資源 在做很多的研究 或者是其他的各方面的一些資源 會投入進去 那我想這個對整個在地的這個社區的發展 或者是當地的一些發展是正面的 或者是當地的一些發展是正面的 我最開心的事情是 萬一有一個結論的建商 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是擺放了這些當地居民 然後叫他們不要圍住這個師弟 那這個師弟失去他國際級或國家級的這個光環 然後他就失去國際的這些法令的保護 然後就可以隨便把它開放 那真的是沒責 對啊 可是當地居民願意這樣嗎 那其他人還有什麼話說呢 可是我覺得以那個 張茂茂茂院那一代 郭茂石化的歷史來講 我覺得社區對於這種自然景觀的覺醒 是比政府的力量還大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一個好的例子 是的 那甚至我們那個去把那個 那個信託把那個地買起來 我覺得這個師弟反過來 我覺得應該是更有希望的 對 因為這很明確的講到補償問題 對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剛才講的 你今天你如何去補償 我光實話他所用的那一千公頃的 岩海實力 在台灣你哪裡找不到有這樣的 你能夠補償給我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根本是心不通 如果 你現在 還好現在的實力保育班過了 但是以前是沒有 我比較擔心的 倒是剛剛老師有提到的 例子 比如說桃園 桃園它是一個壁堂非常多的地方 那事實上在0.2公頃以下的那個小壁堂 應該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現在也有碰到例子就是說 目前實力法師事情其實還沒有出來 所以事實上是不是還沒有法則 那他們這些壁堂 那個比現在土地的價值增值 隨便他們就是壁堂一收 然後就賣了啊 這一關你是不是失必啊 對啊 那如果實力法醫通過了這個部口 我倒覺得 這個小的這個部口 我倒覺得 你比較不是那麼多的 這個當然是一個要考慮的 可是我們的想法是 一個是補償的問題 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要用一個非常0.2公頃 你就必須要荒謂一個0.2公頃 沒有臨盡損失這樣 對不對 而且生態功能能夠維持 然後 他如果能夠做一些明智利用 我覺得會長得不快 是 像這個小平常說 是 是 對 對 但是他畢竟是 如果要買的話 或者是他要改變用品 我想這個是 就是 應該怎麼講 就是說 他畢竟是人造的 人工順利 好 那他的生 有沒有那個生態功能 這其實 當然就是 呃 值得商榷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能夠讓他做一些 呃 促進他的一些明智使用 就是我覺得未常不是壞事 好 對 對 占所有1.57%的 這個 包括在裡面 的多少% 很小很小 很小 因為你可以看到大部分面積最大的就是 就是 呃 像高煤啊 像青霧啊 像那種很大面積的 整整的大面積的視頻是那些 所以0.2的可能是原來1.57的1% 這麼小嗎 對 好 好 嗯 嗯 嗯 這樣好了 我跟你講 應該這樣 嗯 我們可以算算看看 齁 一瓶大概3.3 對不對 我們就算3瓶吧 好 對不對 所以一公斤有幾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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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萬 3萬 對不對 所以2百 你850萬除3萬 欸 計算機看一下 還用腦 呵呵呵 小算盤欸 算像 好 來 850萬 除以 3萬 3萬比 850萬 850萬 所以一瓶大概只有 283萬 283 對 很便宜 好像很便宜喔 可是因為在濕地 在那種海濱的濕地 其實大概 這個原來價格應該更少吧 鹽田對不對 鹽田是濕地 你看那鹽田那個 幾乎根本沒有人挑了 一瓶 一瓶 一瓶三 一瓶 兩塊八三塊 農地呢 現在農地一瓶多少 要看地場 看地場 對啊 有三四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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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算幾個嗎 算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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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 不是算分啦 算平的啦 我覺得這個不能用那樣的方式來算 我們都是小熟 所以 老師 那我想請教說 像 我們國內的這樣 師弟的 跟他講 有沒有那個 國外的 六肥課 對他 日常不算起來 我覺得我剛才講 太晚了 對 沒有講 日常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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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們處理就好 沒關係 我就告訴你一遍 三瓶交 最新的國外的質量 三瓶交 一公斤 四十萬 我們的高美食力 算起來一公斤 一百五十萬 美金 這是美金 海草船 三十萬 然後 一般的食力 大概只有十萬 二十萬 所以我們算出來的價值 已經比原比 國外要來的貴 可是你若出一瓶的話 很抱歉 只有兩百八十七塊 好 老師你剛才有提到說 曾經有一個濕地 被做成社區 然後 環一塊的主機過去嗎 是哪一塊 這個是 呃 是在花蓮吧 我記得 我如果 嗯 印象我有點模糊 但是我聽人家講過 就是在花蓮有個建商 它就長期的養地 那它就是 做 創造了一些 這個 比如說植栽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然後 它這個地 呃 這個種了很多 這個樹之後 它等好幾年之後 這些樹變成森林了 然後它在旁邊 蓋一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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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整個的價值就提升了 所以它跟濕地沒關係嗎 如果是這樣 呃 那一塊可能也是一個濕地 就是有水啊 有樹啊 之類的 欸 有水有樹 那 實際的狀況 因為我不是那麼了解 但是我印象記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 它提升 它用這個濕地去提升了 呃 就是說它要開發這塊蓋的 這個建築 然後 提升了自己它的物價價值 有這樣子的例子 可是因為我們這個濕地 濕性性質還沒有 這個 所以它實際上 並不是在濕地上蓋 沒有 因為這個辦法 這個辦法還在弄 對 還沒有完全出來 但是是類似的手法 我們這樣做 OK 好 剛才後面是不是有 是 我想請問 你是假如 0.2公斤以下 然後增進 然後再一次就很合理 解決 那我覺得 大家都在時間就會很方便 沒有不方便 一點的不方便 一點的不方便 因為它前面要走過很多 很多的程序 一層一層關卡 委員會認定說 你可以 你才能夠這樣做 它並不是一開始就可以讓它這樣做 所以 你是誤解了 不是 主管機關是引建署 以後會變成環境支援部 城鄉分署 它會 城鄉分署管 施地的那一部分 會併到 那個環境支援部 所以會跟國家公約在一起 所以會跟國家公約在一起 沒關係 因為我沒有差別 沒有關係 那假如真的有收到財金的話 他們會 會成立一個 文治法回饋在實際上 是 一定會 這個就是專管專用 這個就是專管專用 就是像比如說現在的空污費 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們承受的空氣污染費 然後 但是空污費也沒有專管專用 對 這個其實都是執行的問題 這個其實都是執行的問題 谢谢大家